嘿欢迎回来 梁帆博客秀继续为你网罗全球智慧 刚刚说到就是 其实孩子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他的兴趣 然后其实兴趣 它真的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概念 我相信对于很多家长 因为我平时也跟这些家长们交流 比如说我们要真的去做 去助推孩子发现他的兴趣 你觉得可以怎么干 我觉得是两个东西 就是一个是给环境 给环境 你互联网都不给他 你怎么培养他互联网的兴趣 给环境最核心的是给他未来世界 就是你认为未来会有什么 由现在给他 这样他就在这个时期 自然成长他就会培养出来 对吧 所以未来一定有互联网 未来手机一定比你年强 未来VR一定会出现 早点给他 早点给他 就比玩家给就有优势 对不对 因为你的孩子比别人就更懂 所以第一个给环境 面向未来的环境 这是科技的 尤其是我们讲科技的 科技现在大量的工作 其实我们做预测 科技预测来决定 给他什么未来的环境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信任 给了环境 不要飘飞减受 不要动不动就指责 因为我们不懂 人家的环境 我们不懂 对吧 所以你要干的就是一件事 保证他不要受伤害 但是要有点耐心 他即使受了小伤害 就像我们小孩 比如说从小 对他妈妈就培养他 就是你走都走不稳 就训练他跑 训练他爬 那会不会摔 会不会疼 但是你相信他自己会掌握 他疼了 他就会记住 不需要你教他 就是说护着 不能碰 不能磕 他长大就学不会跑 所以这种要放手 但是放手 所以基本点 不能受伤害 对吧 尤其是叫 这个bully 这种事情要把握住 对吧 然后那些基本的规则 我们要早早研究 就是他的世界 也是有规则的 而且我们毕竟经历过很多事 这个天下 自然界 这个天下没有新鲜事 它是会重复的 对吧 那么这个线下的事情会在线上重复 那么我们就要一些可能预料到的问题 要提前去做分析做研究去杜绝 但是除此以外 他如何探索 那我们不能去干涉 对吧 所以就是说我们其实要干的是一个容忍和一个assistant 就是护航的角色 给他环境 让他自己去探索 但是做好护航的工作 就够了 别的不用管了 他你要相信 第一 你要相信那个是未来 为什么是未来 因为他比以前东西更有吸引力 为什么大家都爱上网 是谁命令的吗 没有人命令 对不对 对 为什么孩子比成年人更爱上网 没有人命令 孩子为什么不比成年人更爱这个劳动 对不对 因为那个东西更有吸引力 对不对 好 你知道那东西更有吸引力了 他自然就会去探索 你就不用管了 对不对 你担心啥呢 这已经很有意思了 他就愿意去探索了 你也担心什么 所以不要担心他找不找 那都是我们的担心 他一定能找的 我们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没耐心 就明天得给我找着 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开花结果它有个过程 是的 是的 时间 们 我aben 那 있습니다 这个 这样 感谢观看